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欢迎新闻在新闻时刻 现在在中国流传这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是在2024年 今年9月份 当时中国军队有一个质故 他向谁 向军委会提出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讲说 如果川普当选 对于整个中国来讲会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会在这个地区带来 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怎样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呢 我们都要讲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 中国跟北韩中朝二之间结成联盟 结成联盟来对抗西方世界 但没有想到我们知道 川普跟普丁是有通话管道的 川普跟金正恩也有互通的管道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之后 他会不会化解他跟俄罗斯 化解美国跟北韩的关系 如果今天北韩跟俄罗斯 跟美国的敌意没有那么深的话 那可以让什么 让美国豪争以下的 专门对付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竟然就是中国 所以是说你说 现在习近平最害怕的就是 当川普当选之后 中国不但是美国最大的敌国 而且是唯一的敌国 报警 事实上这是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 说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中国军队的智库 上交给了中共中央的军委会 还有中央主席办公室的时候 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什么 提醒我们未来中国人 可能情势会出现变化 他说假设川普当选之后 中国会变成是川普的唯一敌人 唯一 他目前为止 这个俄罗斯或是金正恩 北韩都有可能会跟美国改善关系 甚至他们有可能会导向美国 所以到时候就变成是 中国自己一个人 要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局面了 因为我们讲 现在川普当选之后 他讲我要处理两个地方的问题 我要处理哪两个地方的问题 我要处理中东的问题 我要处理俄乌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是 他上台以后搞不好 真的会逼泽伦斯基退让 不但逼泽伦斯基退让 他也会让普丁 你也要稍稍退让 中间找到一个折衷点 如果俄乌战争能够化解的话 那西方世界或者是美国 跟普丁之间的矛盾 对立冲突就会化解 当这个冲突化解的时候 这次我也看到 普丁跟金正恩两个人 已经完全合作会了 两个人已经完全绑在一起了 如果这个时刻 现在美国就可以豪者以下 全面地来对付中国 那你想说 你自己是天方夜谭吧 没有 包括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就讲 现在美国竟然在夏威夷 举行了一场演习 这场演习叫做大国战争 而这个大国战争 懂不懂看 现在他们从装备 从演练 从整个假想敌 竟然已经毫不掩饰的 完全是中国了 对为什么说我压力那么大 保际我跟你讲 事实上这到底会不会 真的是变成这样的情形 真的会 因为事实上川普跟金正恩 或是川普跟普丁 都有不错的交情 而且他们两个国家 也希望跟美国改善关系 所以的确会改善 真的会完全不一样之后呢 你觉得会改善 会有可能会改善 那于是呢 中国就变成是唯一第一个最大输家 你看这个谁 Bloomber都说 无论是谁在美国获胜 习近平都是最大的输家 所以真的 只是说 这个贺锦丽当选是小输 川普当选是大输 对 那尤其是美国现在 Bloomber都这么巧 对 不管谁当选 习都是最大输家 对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先准备 十兆人民币 这就表示他们知道说 这事不是普通的 非常大条的一个状况 好 那么讲 美国现在其实也不演了 那最近美国在进行一个 你想要美国政府要换届了 这美国国防部跟美国国军 他们是没有停止的 他们现在在设想最新的演练 这个演练来说 纽约时报 还有很多美国媒体 都去直击了这一场军演 这场军演的代号叫做 大国战争 Great Power War 也就是说 他这个设想是跟一个大国的作战 好 那事实上除了美军自己之外 他还跟一些盟国进行的这个演练 那这个演练来说 他什么样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画面 保洁 过去美军的演练 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衣服 都不是这样的衣服 他们过去的衣服都是类似 他们可能在中东作战 大富汗作战 沙漠战争 穿的都是沙漠的颜色 但是这次他们换上是什么 他们换上是丛林泥彩的这个颜色 丛林泥彩这个颜色的时候 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跟过去美国所设想的主要目标 是不太一样的 好那事实上这一次 这个他们的演练 他们现在准备要打丛林战争了 那这次他们演练来说的话 有非常多特别的不一样 他们所有东西都弄成是丛林的 这个所谓丛林泥彩 泥彩的这样一个情形 好那这次演练来说的话 出了一些包 保洁他们这个 在夏威延演练的时候是谁啊 演练从低空跳伞 什么叫低空跳伞呢 他们就说 在某一天的这个清晨里面 有八百多名的这个陆军伞兵 他们做了这个C-17的这个运输机 然后飞到约末是在 这个距离地面大概是1200英尺 大概是360公尺 那很低耶 对跳伞 那为什么要这样跳伞 其实这是模拟什么 跳岛作战嘛 可能美军未来如果假设在这个 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他们需要这样低空跳伞 那跳伞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在小岛作战的时候 我必须要这样的低空进行 因为他面积也非常小 我只能这么低的跳空 跳伞好 就没想到有一个士兵 他在这个下来之后 他们伞没有打开 伞没有打开就这样掉到地面上 这完全都被美国媒体直击了 美国媒体直击的时候 就说哇这个非常危险 保洁上 殿200英尺大概是360公尺 假设你如果真的没有开伞的话 9秒钟就带到地上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但是对伞兵来讲 一样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间里面 赶快打开伞的时候 保洁会非常危险 就他们没想到 他们进行这样的演练 这样演练演练的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后来人家就说 美国媒体就问说 那我们这个受伤的士兵怎么样 他就说 美国陆军太平洋责任的 区的这个决定性动作 做好准备 我们还是继续会这样做 虽然有人受伤 还是照样会这样做 所以你说美军这个大国战争的演细 它是完成的 它只有在1200 因此也就是在360公尺的高度上面 就是降落 降落的时候 刚才讲到 已经有一个人闪没有开 他就掉下来 他们怎么形容 那个人就像一根香烟一样 笔直的掉下来 笔直掉下来以后 赶快去救援 救援以后那个人还清醒 可是已经动弹不得了 清醒动弹不得马上后授 那你说 有没有马上停止 有没有把这个所谓的改变 没有 没有停止 演习照常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演习有多么样的认真 这个演习有多么样的严峻 你都有一个人出现这样的问题 演习照常 美军是完真的 他们这个演练来说 不会因为一个士兵的受伤 就停止这样的这个训练 所以他们在训练什么 训练万一有一天 在东亚出现这个争夺战的时候 他们可以快速的跳岛这个作战 所以从C17 实际上我们都讲过类似的这个故事 C17 然后跳伞下来 就是要这个快速的这个远征部队基地的这样一个概念 而且我们看 有缘时报讲得非常清楚 他们这种新型的这个所谓的运输的这个武器 运输的车辆 等于说我连脸的涂装都跟过去不一样 然后呢我要对付谁 我要准备一场战争 对付中国的 对 没错 而且他说美国陆军已经准备要跟中国开战 他都直接写这么办 这么清楚 他说庞大而笨重的陆军现在进行一个转型 在必要的时候要快速部署到亚洲 所以你看连美国陆军都在转变 那陆军在转变他们就说什么 这一次的设备完全不一样 他们现在派遣了一个新的这个陆军的这个绿色 他们也把这个涂上绿色的这个涂装 然后这个雨林颜色的这个班车 班车来说可以载九个士兵 那九个士兵来说就 就载九个士兵 这种是专门应付整个东亚情势的 是雨林使用的步兵战车 步兵渔军车 一台步兵军车 九个人 九个人 然后他们就可以分散到不同区域去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用所谓通讯 这样互相的这个连接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用训练计划 或用什么样这样互相的这样状况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步兵训练里面来说 有这个美国军队的兵 然后跟日本的兵 然后跟澳大利亚的兵 还有跟印尼的兵 他们一起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演练的这个情形 他们当然在这边有非常多丛林的演练 包装在丛林地形里面来说的话 用绳子来垂降 然后到壕沟里面的作战 然后包括说像冲锋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他们还在这个丛林里面 这个行军的这个情形 那甚至保险 他们还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之前不是讲吗 未来的远生军的这个作战里面来说 有一个方法就是 他们要吊着包括说榴弹炮 或是吊着海马士 在不同的区域里面这样作战 打带跑 这么大的榴弹炮用CH-47来运送 运送了以后 我把上把给降落放完了以后 这个射击完以后 马上CH-47 马上轻辱克 又把他给载走了 所以你看这个作战模式来说 就是我们之前在美国 有讲到所谓的 前进远征基地这样的概念 他们现在用所谓的 这个所谓榴弹炮 这样子做一个训练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他们这一次 我们之前已经讲到 作战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的这个 他们的将官怎么说 他说 没有理由用鲜血交换鲜血 我们可以用钢铁交换鲜血 就是你看用钢铁交换鲜血 我们不会跟你鲜血交换鲜血 这个是过去的作战模式 你北韩用这一套 我们不用这一套 我们用钢铁跟你交换鲜血 所以美国的作战逻辑 是完全不一样的 陆军 我们讲过去陆军作战逻辑 就是鲜血换鲜血 没有现在不是这样 他们怎么做呢 他就说 我们现在呢 进行了大量 有非常多的无人机 然后包括说 诱饵式无人机 侦察机 还有攻击机 也就是说 他们目前为止 陆军在训练 就是我们用了非常大量的 这个无人机去攻击你 这就是我们在乌克兰战场 上面看到这一点 那于是 乌克兰战场的这个无人机 在被用到美国的空降师 他们现在也要训练 他们现在 这个 陕军那些也要训练 但是作战训练也要训练 所以你刚刚看到了 一个所谓的大国战争 你现在看到了 101空降师 这个时候的训练 他说他们每天都在 接受俄乌战争里面 所有最新的情报 然后 在根据俄乌战争里面 情报里面 所需要的信息战术 对 我们知道事实上在二战当时的时候 是这个 前进到欧洲非常重要的部队 他们现在也是 联合这个最新的科技 在做最新的这个自卫 而且你现在看到 这个就是他们的隐形指挥所 对 于是 以前的指挥所要搞得很大 要搞得很气派 没有 我现在是一个帐篷 我这个帐篷在冲林里面 我随便就设置了 你从外面根根看不到 而且 我这个指挥所可以看到吗 我可以涵盖的范围 有这么样的广泛 而且你看中间那个绿色的 如果你没仔细看 你还以为那就是一个绿色的这个包座凸起物 没有 他这个是个指挥所 你看 他就隐形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他的这个隐形效果是非常好 那你看 你把它掀开帐篷 往里面看 里面是高科技 里面有非常多电脑 各自各样的电池设备在这个地方 而且 他们说 我们很简单 如果打完这场战争之后 30分钟就可以把所有装备包起来之后 就移到下一个地方 而且他不是只有 保健 他不是只有一个 一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 指挥所在这边 他旁边来说 他会弄非常多电缆 电缆这个要做什么 他们可以负责发送任何的讯号 还可以把所有的这个 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接收 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不受干扰 所以等于是非常好的一个 前进指挥基地 他里面有电 所以他不是一个帐篷 不是 帐篷旁边布满了各种线路 对线路在下面 然后帐篷弄在这边 完全你不会看到我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帐篷来 当成是一个指挥中心这样子指挥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他们有什么 无人的运输车辆 然后还有人在现场是维修无人机 马上出了问题的话 这个维修人员就来了 他不是维修什么通讯设备 维修无人机 所以等于是他们都用这个 无人机当成先锋 或者说无人车辆 无人的相关的武器 当成这个先锋 所以他们才会说 以鲜血换鲜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美军是用钢铁换你鲜血 绝对是一个新形态作战的这个模式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就是101空降师的中尉 他在接受CPS访问的时候 讲得非常绝绝 说我们现在大量用无人机 我们用大量的无人的战车 我们现在那种以血换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用钢铁来换对方的鲜血 也代表 现在新形态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我们在一个恶物战争上看 他们现在大量的无人机 大量的无人装备 还有我有非常严密的通讯设备 我在来无隐区物中 在对方还没有挣扎到我的状况下 我就把对方全部的屠杀 而最好的对比就是这两天我们讲的 北韩 北韩号称他们有最强的所谓的特种部队 而且他们也经过了最残酷的训练 但没有想到 他们现在北韩派了特种部队 而且派了三名 金正恩最相信的将军 现在到了前线 到了恶物的战场 可是不到一天的时间 竟然全部被屠杀 只留下这个人 这个人还是躲在同袍的尸体下 才幸免云难 可不如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他们就躲在这个豪沟里面 躲在这个豪沟里面 还搞不清楚任何状况的时候 搞到乌克兰就可以确定 这就是北韩的所谓的哨所 这是北韩的这个通道 结果我就透过这个通道 我就把北韩的军人全部杀光 巴拉根为什么可以用钢铁换鞋 一个理由很简单 当整个陆军装备的无人机之后 他已经进化到另外一个城市 叫做三围生物 可以透过我们讲的三围的角度 来去打击 但北韩不好意思 就算你派再多位将军来 你还是二围生物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乌二战场上发生什么状况 北韩士兵确实上前胜了 派了500多名 结果其中的40名 各位就你现在看到的哦 你看 还不知死活的 把头看出豪沟来 看一看 天上怎么有声音 怎么好像有嗡嗡嗡 结果下一个马上 他不是躲在豪沟里面 对马上明明明明 保雅哥你知道 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是什么吗 不是 之前还传出说 是北韩的军队 跟乌克兰的军队双方交火 交火因为他想说 你来我往 双方都有死伤 没有 他们就躲在豪宫里面 就一个一个被杀了 没有 这叫单方面的碾压 光是北韩的士兵 从豪宫探出头来 听到嗡嗡嗡的声音的时候 不好意思 下一句话就是接 你已经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根本连敌人都看不到 根本连敌人都没办法交火 因为代表北韩士兵完全缺乏 对无人机作战的一个认知嘛 为什么 因为当你今天探出头来的时候 你等于是平白无故的 让他去AI辨识说 哦 哦 看清楚了 所以这是一个人脸 这是一个人头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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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这边可能潜伏了多少人 我马上要进行轟炸嘛 那你搞不好躲在里面 躲好好的 不要被照到 不要看到 无人机就飞过去就没事 结果你就是这样探头出来 就探头出来 保险你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吗 不好意思 40个人当场阵亡 不是 这个是号称说 在南北韩最强的车手部队 这个是一个号称是叫做肉体的武器 他们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可没有想到 送到了战场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我不管你是人间凶器 还是有六块鸡 还是胸口碎大师 都没有用嘛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乌克兰的人在哪里 可能乌克兰操作这个无人机 背后你知道什么吗 一个瘦瘦小小戴眼镜 搞不好近视700度800度 然后在后面操作援火器 但他一样可以把你们这些猛男给炸死 因为你根本就打不到他 你就搞不出状况 所以最后炸完之后 的确有一个人幸存了 保律康你知道为什么他幸存吗 因为刚好前面他的铜袍当肉盾 其他人被炸死 他被躲在那个 压在尸体下面 他就 他就起来 怎么我旁边的人 已经没有半个人活着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之前本来传说 北韩派的都是所谓的老弱财皮 派的这个是又瘦又干又小 派到显现 没有哦 你看到这个人整个脸型的体格 你再看到他身上 他是很壮的耶 都是特种部队 都是壮汉暴风部队 所以你想想看哦 带领这些暴风部队要哪些 北韩的什么副部长啊 侦察总局局长啊 人民军少将 这是三巨头直接就拍过去 结果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因为这三巨头也搞不懂 无人机坐在什么状况嘛 而且你知道北韩现在 在前线他们在干嘛吗 八千名哦 他忙着学俄文 说什么 我要赶快记得 一百个单字 那无人机怎么讲 Drone怎么讲 然后还在记这种 背这些 我们讲俄文单字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还在训练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还没训练完 就已经往前线送 俄罗斯最擅长的绞肉机战术嘛 我用人海去堆叠 反正用人肉去推进 反正你去往前推 往前推 往前去绞肉 所以凸显出一件事情 俄罗斯真的没人了 所以他们宁愿呢 去派北韩这些 什么我们讲的 青春的霸台 这些坚强的霸台 来去前面 当我们的人肉盾牌 而且你今天可以看出来说 沃克兰现在刚刚讲的 他现在的AI模式 真的越来越多了 你就看到为什么这么小的国家 可以抵抗俄罗斯这么久 当北韩 当俄罗斯还在教授他俄文怎么讲的时候 不好意思 人家乌克兰的 无人机战术已经在进化了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一个文若书生 去操控这个无人机 未来 MEN啊 为什么 他们用的叫做风群 保健哥你要理解 所谓的风群的概念是什么 代表说他从电脑上 一个指挥中控做台 设定好我的路径 跟我要攻击目标的时候 他形态会自动 按一个键 即时变化 那我问你要按一个键 即时变化 他代表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些无人机 第一个他沟通上必须要完整的串联 第二件事情 一定有AI系统在里面 所以他已经不是传统我们想的 晚遥控飞机了啦 这个已经是你在客观电影里面 你在魔鬼终结者里面看到这种 会追杀你的啦 所以你现在是乌克兰 他已经不是一个人指挥一台了 是 他你现在所有升空的无人机 他可以自己协同作战了 对 就如同电影《明日编界》 他有一个母体 而后面剩下的只是他的爪牙而已 而透过这个方式他会干嘛 可以大量去攻击 而且不只是这样哦 你现在以为说无人机只能当自杀吗 没有 有些人还可以当什么 载货的 有些人当侦察的 甚至把机械狗直接丢在地上 就去给你探看路面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俄罗斯 包括他们的石油 包括他们的弹被物资 所有的后勤补给 通通都被炸个底朝天 所以雨萱 如果你今天把北韩的这个故事 再加上之前以色列去打伊朗的故事 这个战争形态真的改变了 也难怪 现在中国的军委会 或者中国的军人 或者是习军本人 看到状况 根本吓死了 因为现在二制的武器 在整个美制武器之前 根本就是破铜烂铁了 华德哥这就是那句话 为什么大家讲说 AI is real AI真的来临了 因为已经在战争上最早反应了 刚刚讲到的无人机 那个属于地面三维打击的部分 但这个讲到什么 这个讲到是 传统的战机 已经进入到另外一种叫做 超视剧作战的方法 什么叫超视剧 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看不到我 人没看到我 但你已经死了 我已经把你歼灭了 华德哥它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 我先用駭客入侵 确保我的安全 把你所有的 我们讲的 防空设备 给瘫痪之后 再用F35去踹门 踹门完之后 轻扫荡 扫荡完毕之后 你所有的防空设备 这时候来了 你看 无人机就可以发动攻击了 对工厂进行攻击 对工厂进行轟炸 你想想看 你以为看到的是 只有那种超音速战机 在天空飞 不是 因为你雷达扫完之后 你防空设备趟完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大量使用无人机 眼睛瞎了 耳朵浓了 而且各位你不要误会 以色列无人机 根本就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确实有200多家无人机厂商 但以色列可能一两家 两三家就够 为什么 精锐进出 专门保军事使用 所以你看建筑物倒了倒 防空设备 甚至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 它即便说 哎呀 想要去拦截这个以色列飞弹 但照样被轰炸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根本防不胜防 今天你有一座 你有两座 但问题是面对 我们讲的 以色列的攻击 它是有高低空三层次大量的轰炸 有些是炸弹直接轰 有些是我们讲的 直接去踹门 有些是F-15呢 直接带J-10去轰炸 有些是无人机的方法 我就问 即便你有一个导弹 但你有办法 把所有东西都给完全毁灭掉吗 而且你会看到 现在伊朗的导弹工厂 它是有隐蔽掩蔽的 它完全躲在山谷的 如果过去的二维作战的话 我躲在这里 你要进攻 你要攻击你要有点破坏 根本不可能 结果我根本不用了 我根本从空中 直接看到直接把你炸掉了 把这根本分两次 第一个就代表说 现在整个卫星 其实眼睛 才是战争最重要的点 它不只是把你的眼睛吹回掉 它还透过卫星 透过我们讲的 甚至是低轨卫星 也就是我们讲Elon Musk 它最擅长的 它可以去观测到 长期你在这边 比如说你在这边隐蔽 但你总有静静出租 我看得到你的导弹 再第二件事情 我至少要打击得到你 这时候就我们讲到F-15它最擅长的部分 它可以去再生可能2000磅以上 这种非常高大重量 这种钻地弹 所以即便你躲在地下 躲在碉堡里面 我都可以直接摧毁 将你打击 而且我整个航程的距离 加上加油机 因为你看不到我 我可以很放心的 让加油机在空中飞 2000里居敌于外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连2000公里外的敌人 都可以炸到道路 都可以把你老家 把你隐蔽到不行的东西 炸个底朝天 那你依然 要凭什么样的底气 凭什么样的勇气 来跟以色列一战 而且雨萱 你说你看到了这个画面 看到这个照片 把你给吓死了 本来以为说 我们现在就是炸 比如说你要炸伊朗的 这个所谓的飞弹设施 你要炸它的所谓的引擎机体 你应该就在这个范围 没有 你现在觉得以色列恐怖的事 导播不再看一遍这个 它的整个弹着点 是包括了伊朗的全境 伊朗的每一个地方 你的防空武器 都在我的攻击范围内 这太可怕吧 我的F-35进去的时候 从北到南 无一幸灭 保雷哥这有两个层次 一个叫做军事上的目的 另外一个叫做 心理上的阴影面积 你想想看 为什么它要从北到南去轰炸 如果说 全部耶 对 如果说以防空设备来讲 也不可能这么多吧 对不对 代表说它包括练油场 包括你的后勤 包括你的弹药储藏处 保雷哥 我全部都知道 我想打哪就打哪 对 你整个在里面搞什么鬼 我都知道 在地上的事情就是 我有办法去侦测 去探测到 你所有整个伊朗全境里面 你躲的 你在哪里 藏的在哪里 那你想想看 前一阵子我们才会讲到说 伊朗也好 哈马斯也好 甚至是我们讲的珍珠党药 纷纷领袖都被狙杀 小的人 我都可以找得到 大的你的战备物资 储藏点 我也可以找得到 所以在我面前 你整个伊朗全境 都是趁公公 知道我看的 好 师兄 我们要在恶物战争里面 有这个武器 大放光彩 海马式火箭弹 我们这一看到 海马式火箭弹非常厉害就是 当海马式火箭弹 直接开到了大桥上面 他就放下来 然后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他就发射了 发射了以后 就精准的打动目标 那他再就开到另外 他打完 射后不离就跑了 另外他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样他马上接受到坐标 接受到坐标了以后 马上射出去 射出去以后 攻击目标马上又离开了 这个台湾非常希望的 海马式火箭弹 他虽然竟然 打破不开哦 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军人 这都是我们台湾的军人 那他们在干嘛 他们都在美国 他们在美国干嘛 他们都在美国 接收海马式火箭弹 没错 我们跟美国买了29套的 海马式火箭弹 那目前为止来说 交货的时间来说 美国是希望在2026年 能够全部交给我们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 这个台湾的军人 就要到美国去受训 这都是台湾军人 这个就是海马式火箭弹的 那个装备的车子 那没错 那这个照片是从哪里流出来 这种美国军方的粉砖流出来的 流出来你看这个画面 这后面就是海马式火箭弹的 这个相关的配备 那这里面来说 有台湾的军人 然后有美国的军人 然后还包括说 还有这个罗马尼亚 还有爱沙尼亚 等等很多国家 四个国家的军人 因为你只要接收 海马式火箭的这个 这个炮弹的话 我们就会来训练 所以这个要讲的 过去三个礼拜里面 我们有荣幸的培训了 来自台湾 罗马尼亚 爱沙尼亚 所以你现在有台湾的国旗 罗马尼亚的国旗 还有爱沙尼亚的国旗 对没错 那美军大大的一个人弄出来 就说他表示 你看我们训练了这么多 这个军人 你可以看 其实里面来说 台湾的军人 是最多的一个状况 对耶 他说好 那有台湾这么多 你看有男生有女生 到那个地方去接收 这个相关的训练 甚至还有他们 po了这个下班之后 在那边这个 吃吃喝喝的这个照片 所以告诉你什么 所以我们在那边 是跟美军可以打成一片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这29套的 这个海马式火箭弹 未来有一些种子教官 已经训练了 那未来接收之后 因为海马式最高可以设着 300公里远 所以不论对我们的 近海的防御 或是说我们未来的 真的假设了 美军要来这边支援的时候 可以用上这个 海马式的火箭弹 是增加我们台湾的 防御跟攻击的这个能力 所以根本不演了嘛 现在就直接告诉你 你已经来了 你已经在接受训练了 而且你要把这个系统 带回台湾了 对那这就是我们交的保护费 那保护费目前也在交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讲 事实上米利 这个前美军的这个 参谋联系会主席 他不是退休了吗 退休了他说什么 保险他说什么 我的猜测 人家就无论说 那你这个未来的 这个想法是什么 他说我的猜测是 从现在起的10年到15年 美军的三分之一 或是四分之一 都是机器人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未来的 大部分都是机器人 对 就美军的作战方式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台车就是 就是无人车 对无人攻击车 那这是由这个 Adura的公司 有所研发的这个 自驾越野车 那这自驾越野车也是 他就可以自驾 他自己可以去攻击 虽然你可以人操作 你也可以去攻击 然后他可以 他出去的时候 他可以控制无人机 那事实上 现在我们台湾也跟美国 买了1000架的这个无人机 这个目前为止 未来几年也要 陆陆续续的这个接收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美国有非常多的 新的这个作战方式 除了无人系统之外 未来联合作战 我们知道事实上 美国不是在这个 这个集成演练的时候 就用什么 用不同的飞弹 124的板件飞弹 海马4 然后甚至是我引导你 你引导我 我引导日本的飞弹 或是日本的这个雷达 可以引导我的飞弹 未来联合作战的方式 所以我才说 美国现在的作战方式 已经完全不是 过去想象中的那一套了 因为之前美飞 兼兵兼作战的时候 就释出了一个影片 释出了一个影片就是 他们现在把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丢到了一个黄岛上面 丢到黄岛上面 我开始弄坐标 坐标了以后 C13栋就来了 C13栋就把海马4火箭带 我把他登陆 登陆以海马4火箭带 到了以后 马上就定位 眼睛都不用看 看都不用看 就直接飞出去 直接飞出去 就把一个战舰给集成了 所以现在的美军的 这个作战方式跟思维 完全都不是过去那一套 所以这一套战争思维 你看 从最近的俄罗斯的军备 跟美国军备直接的较量 看得出来 这个落差非常非常大 所以那从北韩的军队 跟这个乌克兰军队 作战 你就知道这个差距是十万八千里 这目前为止 俄罗斯军队 跟这个北韩军队的这个状况 也是现在中国军队的这个状况 好 瑞德 刚才讲的 一个美军的粉专 或者美军直接公布说 现在埃尔尼亚 罗马迪亚 还有台湾的人 都在我们这边受训 受训以后 我们就教他们怎么样 爱马斯 就这个爱马斯火箭带 这个爱马斯火箭带 真的已经很厉害吗 而且我们现在 是真的肩并肩 手把手的 把这个东西给学回来了吗 那么中共说 台湾向美国买的 速箭这个武器 并没有办法改变 两岸军事力量的对比状况 我不需要改变 跟你的对比状况 我不如你 我不需要像你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来攻的 我在守的 所以我只要能够 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让你付出代价 这样就好了 海马斯火箭带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的帕拉丁 那时候不是要买帕拉丁吗 后来帕拉丁 因为生产的问题 所以后来加买了 这个18套的 海马斯火箭带 在那么明年跟后年 那么我们会先 大概今年到明年之前 我们会先拿到 11套海马斯火箭带 后年2026年 那么加买了18套 会全部拿到 大概有900多枚的 海马斯火箭带 海马斯火箭带 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它可以打陆地的 它可以打陆地的 也可以打 那么越过台湾海峡 过来的中共的 相关的运兵船 这才是我们买 海马斯火箭带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 你不能登陆 这一次不是有公布 这个跟其他的国家 美国有特别公布 在公开的资讯 公布我们台湾 到了美国去受训的 这个海马斯火箭带的 人员的这个照片 那有立法委员很担心 那这些人员 他们的这个肖像 直接公布出来 这样好吗 那国防部长顾立雄 是说 这是公开的 这个公开的项片等等 会跟美国国庁 其实我告诉各位 其实顾立雄心里面 应该在偷笑 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我请问你什么时候 中华民国的国旗 可以跟其他国家的军事训练人员 一起公布 而且美国完全不遮掩了 我记得我在本节目讲过 个人比海马斯火箭带 更期待的是什么 是M1A2T的坦克 要来了 那你知道我们 派了多少人去受训 我们派了84位的 从此教官去受训 84位 对啊 而且告诉各位 这个月就要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训了 已经快要整整的 快要接近一年的时间 他们这个月全部都要回来 只留一个人 其他全部都要回来 那为什么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我们都还来不及看到 我们台湾即将拥有的 108辆的这个 M1A2T的最先进的这个坦克 但是有个人帮我们看了 还拍了照片 他是澳洲的YouTuber 他到美国去自助旅行的时候 刚好看到 一辆火车 载着一堆坦克 然后他就把这些画面 全部录影拍到下来 结果一看 他里面有一个配备是 台湾M1A2T独有的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M1A2T的坦克啊 这个火车上面有12辆 那么在我们今年跨年前 我们会拿到28辆的M1A2T 即将直接运到台湾来 28辆 明年 38辆 今年会有38辆 明年42辆 然后后年28辆 总共有108辆 放在新竹跟桃园这些战略地点就对了 M1A2T跟各位报告一下 除了这个改良式的布莱德坦克之外呢 我们还选购了比较昂贵的辅助冷却跟电源系统 在没有开主机的情况之下呢 里面的电源充饱了以后呢 可以直接不开主机 然后呢也不开配机 直接那么用里面的设备呢 直接还可以撑两个小时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 让对方的那么热导引的飞弹打不到你找不到你啊 这是M1A2T的坦克的各式的好处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报告大家一个消息就是对了 是什么呢 那么虽然我们的托式2B的这个导引的飞弹呢 1700枚有受到一些delay啊 但是其中460枚已经运到台湾了 另外400枚的标枪飞弹已经运到台湾了 还有另外我们跟美国加构的赤针飞弹 我们加构的赤针飞弹还没来 但是他送我们的赤针飞弹已经先来了 告诉各位啦 前几天不是公布了一个吗 台湾跟美国同时公布吗 三套三套中程的防空飞弹不是过来的吗 123枚的飞弹 这个系统除了补足我们中距离的相关的 防空飞弹之外呢 事实上它里面的雷达有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可以跟Link-16 跟我们的飞机 跟我们的军舰 跟我们的爱国者飞弹 跟我们台湾中科院自己发明的天剑飞弹系统 全部连线 好 观赞 现在有一个人叫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 你说中央财经大学是直属 他在财政部是他的一个重点大学 结果他的副校长居然讲 中国现在负债很高 现在我们刚刚讲的一般国债的负债超过GDP60% 那就是警戒线 中国已经过了百分之百了 而且中国有很多省市是超过百分之三百 中国自己人都站出来说你这样举债非常的危险 因为很多的省份其实根本还不出来 因为超过百分之三百 天津 重庆 贵州 甘肃跟四川这些省份 其实非常危险 所以中国现在说用10兆再发债来救市 连中国自己人都站出来说 等一下这非常的危险 如果再举债下去 很多省市根本还不出来 我们看到最新2021到7月 中国各个地方财政收入里面 居然只有上海是等于说是政策 其他的从天津 海南 宁夏 福建 北京 浙江 青海 这些一路的国债都是入不敷出 对 这也是自己人为什么要站出来说 等一下不能再发债 因为过去是三省三市就全中国 现在是整个上海 只剩上海有在赚钱 其他那些强省浙江 江苏 广东 这些都没有办法赚钱了 所以再借下去非常危险 你说这种发债把台商吓死了 你们都知道不是又8000亿跟10兆又旧股市吗 台商现在乐意 非常乐意这件事情 小路乱转 到底炒股要不要跟着走 但是老经验的台商 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发债10兆或8000亿旧股市 看到股市狂涨 他们都在问财政部在哪里 财政部有没有出来 没人管吗 台商很聪明 那财政部你要把钱拿出来 钱在哪里 台商为什么瑟瑟发抖 是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都没有税收了 每个地方都没税 国库缺钱 你是要怎么拿钱来救市啊 所以你一定要拔羊毛 这个羊毛在哪里 难道台商又要当羊毛了吗 所以小路乱转变成 其实是瑟瑟发抖 台商马上想到 查税跟罚款 最可怕的是罚款 罚款竟然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台商现在不是小路乱转 而是担心门被撞 因为又有人上门来查税 这才是可怕的 好那要讲 现在中国就干嘛狂开罚单 而且还逼你提前缴税 所以台商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 真的在山东省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地方官员打到医疗科技公司跟你说 你现在我税收不起 你要补税给我 我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企业发展 但我知道怎么回一个企业 公明者四分钟的录音 明者是要企业缴拿出钱来补我的税款 那不就勒索吗 就是公然的走极端的特略 因为就是没有钱只好这样查税 要你拿钱出来 所以我现在没有钱 我现在就跟这个医疗科技代表讲说 我必须要承认 我对企业发展不多 可是我知道怎么摧毁这个企业 所以我跟你要钱你就乖乖上架 这个明者就是恐吓取材 再来还有一招是 我就一直在查你的健康公安 卫生所有的东西 你消防公安有没有 所以消防安全检查了两倍多 我不停的检查你罚款增加60% 所以怎样 罚款创下历史新高 这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 于是发生什么事情 民企的投资越来越少 现在几乎归零 民企投资归零之后 工作机会 大家现在都不敢公布失业率了 所以就发生什么现象 物理硕士跑去考工友 整个苏州的高中招聘 招聘一个工友 物理硕士24岁物理硕士 一直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变成是考上的工友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要一万多人才考一个职位 所有好的 这是2024年的公务员录取 把好的职缺都给了党员 一般的你只要一万多人 才考一个好职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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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